神经症最常见的神经衰弱,焦虑症,恐怖神经症,强迫症,一定神经症,抑郁症,神经症患者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,就是容易伪装自己,觉得自己没问题,自己没有愤怒,没有委屈,没有烦恼,没有怨恨,可是情况真的是如此吗? 我们一直在伪装自己坚强,从来不允许自己是脆弱和恐惧胆小的,当一直逼着自己拼搏努力,永远不允许自己懈怠和退缩的时候,当一个人一直保持奋斗,就会造成自己神经紧张,当一个人长时间紧张时,自然各种神经症就会找上门来。 下面我就介绍自己的几个神经症案例,回馈给大家。 个案,女25岁,研究生学历,抑郁有一年多,来咨询的时候人很憔悴,面色发黄,人很瘦,此处自己在高考的时候就有些神经衰弱了,一直到考研,自己一直都很累,睡眠不好,容易紧张,怕生也怕吵闹,自己喜欢安静, 考研后因为学习在一年前就开始失眠,掉头发,觉得人生没有意义,自我否定,低评价,不愿意见人,有时无缘无故就会哭,想继续学习又怕自己的身体不行了,不跑又觉得自己的学历低,怕错过这个机会以后,就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了。 这阶段暂时请假休息就来做的咨询,有抑郁症的人都是一个内心要强的人,更多的时候一个人抑郁了,就会给他更多的思考人生的机会,他会重新建立自己的认知,重新规划人生,或者说要学会转弯,抑郁只是暂时的逃避。 一般抑郁症患者都是到晚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,人就轻松起来,当早上来临的时候,因为要面对一天的问题,所以早上对于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,才会那么痛苦。 因为需要去承担,还有一种抑郁症患者,可能睡觉试睡,不愿意动他,醒了有的也会看手机,或者游戏打发时间,很多时候没有人会允许他是这个样子,或者自己也不允许自己是这个样子。 但是自己真实的样子就是这样,就是想耍赖,就是逃避,逃避也是自己心里太累了,才会让自己身心满下来。 心理学家说,抑郁是被压抑的愤怒,产生于你不应该愤怒的感觉,你不应对父母生气,对朋友发火,然而你已经感到了愤怒,最后释放不了的愤怒,就会变成抑郁。 那么积极的方法,就是让他把自己的愤怒情绪释放掉,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,然后再帮助他找到自己认知的偏执的一面,总是让自己当一个达不到的人,总是追求完美,总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,正确看待自己,既不是太优秀的,也不是那个差劲的,找到自己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。 然后再找到自己优点,给自己带来的坏处,自己缺点给自己带来的好处,然后他的心就不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批判别人的立场。 因为评判批判就会心生愤怒,只有自己做到自己内在的不冲突,允许自己是这个样子,同时也允许别人是他的样子,一个人才会内心平和。 很多时候神经症我会借用副疗,这是一种通过按摩腹部特殊认为,而让身体排毒的方法。 针对抑郁症患者会身体很快排毒,这个病人就会出现打嗝帮皮拉肚子的症状,然后这个人就会行民眼亮,身体的排毒作为辅助疗法效果是非常好的。 经过这两种方法的配合,这个人用了五天就好了,然后回去我们用电话咨询几次,就完全好了。 我在外地做咨询时,遇到一个咨询者,复科一直排出污血,吃了一年中药也没有见效,我当时说,试试我这种疗法,也没有什么害处,即使不好也没有什么损失。 然后就做了两次,这个人就好了,当时他自己也不相信,过了一个星期真好了心理才落地。 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,神经症患者效果非常好,当然宣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,情绪预计才会出现各种深陷问题。 打开预解,每个人都会好病,很多人神经症患者总是伪装自己,这样才会累。 你不敢表达自己的脆弱恐惧自卑胆小,总会整个假面具戴上,让自己写得很强大。 实际上自己一直的伪装,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缺点,怕别人看出自己的问题,总会防范别人,怕别人侵入自己附近,这样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。 所以尽管自己很喜欢交朋友,可内在怕别人发现自己的问题,所以怕别人靠近自己。 下面是具体的释放方法,请释放你的感觉。 如果你想用身体来发现,就找几个枕头来,打枕头,不用害怕,表现你的愤怒,不必觉得羞耻或有犯错的感觉。 请记住。 你可说,对,一切都已经结束了,过去了,虽然我不赞同你的做法,但我知道,以你现有的知识和能力,你已经做得最好了。 我释放你,你自由了,我也自由了,重复这段话几遍,直到你能摆脱愤怒。 也许,你还想处理其他愤怒的事,就请让你的感觉顺其自然吧。 我们还可以对着枕头大叫,踢打床和沙袋,写信然后把它烧掉。 在车窗紧闭的车里大叫,打网球,打钢尔夫球,踢球,锻炼,游泳,来回跑,用不熟练的手法,把你的感受性或画出来。 这种写和画的创作过程,是一种自然的情绪天线。 三清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,善于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,分析问题,解决问题,在老师的心中,没有神是不正常的,没有神是病的,心变世界就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